如果你要記得作文的最後一個自然段 最後一句一定是啊 什麼什麼什麼 對 打了個格 大家好我是S.H.Portier 團隊們主的居靜音 小歌曲 我是你媽的外套 我是你的天性套 我是你的宠物鋼 小心去我好不好 好好不好 我就聽懂了最後一句小菊曲我好不好 我開始 我還以為他們說的四首話你知道嗎 聽了半天原來是普通話 你們說的是嬌言普通話嗎 謝謝謝謝 菊瑋曲我好不好 曲曲曲都曲都回家 好好好切入正題 應該什麼來的 作文 我已經為藝術獻生好多年 我遠離學校好多年了 我真的我已經完全忘記了 而且我尤其是念了藝術高中以後 我就覺得我有點學渣 我真的有點學渣 但是 沒關係小菊是個優秀的偶像 學渣無所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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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半年作文 你覺不覺得作文其實都是謊話連篇的 誰寫作文寫真事 確實是這樣 你知道我曾經有寫過一次 我說我爸半夜三點被我進院 才怪咧 然後我們今天這個MC的話題說的是 每個人說一下自己新作的特徵 對 說一下新作吧 來先從陳薇妍開始吧 好 沒有 你叫什麼 nothing go on 那個那先從叉叉開始吧 好 好 你是什麼座 我是雙語座 雙語座 好渣的這個新作 我不渣 我是早產了兩個月 不然我就是金流座了 對 對 金流座也沒有 還好沒有早產 還好早產 沒有金流座除了摳其他都還好 真的 可是 可是早產應該像我這樣發育不良啊 不是 是股價小 股價小 幹嘛這麼黑自己呢 我本來可以長得一米八的 所以發育不良就只有這麼矮了 好 那說一下你的特徵吧 然後雙語座其實 大家都覺得 唉唷喊一口氣啊 大家都覺得它很渣 那其他一點都不渣 對我不渣因為我是金流座 然後 然後 你到底是什麼星座大姐 沒有叫我大姐 我是金魚座 金魚座 金魚座 不是 雙語座 雙牛座 雙牛座 啊 還有這樣的一個星座啊 然後可能就比較愛哭吧 其他也沒有什麼 然後他們說 我要就是澄清一點 就是他們說雙語座很喜歡談戀愛 可是我就沒有 對 什麼什麼 她說雙語座很愛談戀愛 對 誰不喜歡談戀愛啊 我有個同學雙語座就很喜歡談戀愛 但每個月都要換一個星的 哇 不要告訴她 所以你才那麼浪對不對 那跟星座沒關了 那根本就是你嘛 個人 個人 那婷婷呢 你是什麼星座 我搞不懂大家為什麼要黑處女座 其實大家都說處女座很麻煩嘛 很挑剔 但我覺得一點不啊 我覺得處女座看事情 因為你像房間整潔這些 你是不會的 不是我認識的婷婷是 就是房間不會一絲不苟的去弄乾淨 她的外貌也沒有什麼要求 她的外貌也沒有什麼要求 要剪掉 就這種事情的時候追求得很嚴謹 所以 要看事情我覺得 而且告訴大家有很可怕的事情 我的上升星座還是處女座 我天哪 好嚇人 那你呢 我是水瓶座的 水瓶座我覺得 是個很聰明的星座 因為 朵朵也是水瓶座的嘛 看星座的話如果你是個男的 你就跟我絕配了 我嗎 不是 這裏不是星座配對的問題 這孩子三間座 她不是剛好嗎 什麼剛好 沒有剛好 你是男的嗎 來來來來 你先說一下你這個人有什麼特徵吧 我的特徵 就是可愛呀 很花心呀天秤座 就是可愛呀善良之類的 沒關係 善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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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就是正義 正義就是我 可愛就是正義 你也覺得我可愛嗎 對呀 可愛就是正義 正義就是我呀 就是我 好好好 那我也承认方卡很可爱 嗯 谢谢 那水一龙肩膀睡不着觉了 大哥的星座呢 嗯 我是射手座 然后 对 射手座是个好人 然后射手座的话特别适合做朋友 很有义气 特别适合做黑社会老大这种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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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情义气那种 对 特别想义气 而且射手座是个非常自由奔放的星座 自由 奔奔 奔恩 奔 奔放 奔放 奔放的星座 诶 石神里面那个莫文蔚的那个 什么东西 石神里面的莫文蔚我觉得很像大哥你的星座 请 请喝一那个 今天你知道这一分 我不想说你 这一分因为他普通话的原因 被我们的那个表演老师已经 单独钉出来 诶 诶 诶 这样子的普通话老师说 这样子的普通话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的 他说 我 说 我是增雁芬 三个字都不动 我是增雁芬 增雁芬 我是增雁芬 然后他今天在食堂说了一句 这样子的感觉不是很好哦 然后我觉得好像周杰伦 他怎么说 不是 不是 最搞笑的是就是 那段时间网络上特别说的是我不造嘛 但是叶语明三个字就可以解决 我爆 这两个字 两个字 我爆 我不知道 变成了我爆 我爆啦 那先说一下你的星座吧 你什么星座来着 我是双子 其实我还蛮像双子的 就是 不是天平嘛 你才天平 我不是天平 你到底了不了解我 我 我了解 我对你太失望了 李依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对你太失望了 李依童 我错了 好了 双子座就是 就是我如果很安静的时候 我真的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就是女鬼模式开启的时候 就是我双子座的另一半 就是另一个极端 然后我特别闹的时候 嗯 对 然后我特别闹的时候也特别的开心 是吧 李依童 就人格分裂嘛 哦 对的 对的 双子座 那那个李依童呢 我是摩羯 摩羯 对的 你不是双鱼座吗 不是 你上台说我是摩羯 摩羯是就是 工作很认真 其实我觉得我不太符合摩羯的那种 没有感情的星座 没有没有 我是很有感情的 我那个我 摩羯座不是说是 工作认真 低调 守财奴 然后那个 然后比较 就是比较一个比较闷骚的星座 我觉得 你俩是 你是明骚啊 我觉得 我觉得我和我身边的像鱼正啊什么的 都不符合摩羯座的 还手财奴的这个人 这一人一挑裙子多少钱 对 所以 那都是用盛换来的 说一下你今天在台湾的那个事情 说 在台湾咋 送我那个东西你知道吗 对 是在台湾那个做一个节目 然后 做一个节目的时候 他还完了以后 让我在那个店里面拿个纪念品推销一下 我说 这个 因为是个猫的形状 我说 这个呢 我的朋友徐静一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带回家给他当纪念品 然后拍完以后 然后拍完以后 我说 这我还你 然后他说 你不是说把这个送给你的朋友吗 我说 买个明信片就行了 然后他说 你还 你还是真想手 好了好了好了 那那个陈文言再说一句 我怎么还是买了 还是买了还是买了 是是是 真的好棒 真的用这样的台湾好 配云面子 呃 那个 最近在学普通话 因为 除了学 我教你啊 你算了吗 除了学 英文 亚斯得考5.5之外 我还得考普通话 你先说两句嘛 说两句 所以 介绍一下自己 来 用个零食 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my name is Yannis Hi 然后呢 什么啊 I'm come from 公共 I'm come from baby 你笑着吗 干什么 这是陈文言的英文名啊 你不知道吗 陈文言 三言 你笑什么 不是 支持人自己说的 还唱笑我 Nice to meet you too Thank you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I'm great Thank you 好啦 You are welcome 好啦 那我们这边也不是语言课堂好吧 那 接下来又请下一组MC来我们出办 我没说完 我水瓶座的 大哥 强行控场 水瓶座 你管我 破钱的不是我 好 开门 大帅 词 肃 blogs 我